大家好我是Paul 周六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看到这个 我听到这个东西 是在那个 反正就在podcast听到的 就是Joe Rogan的节目 他提到一个Dumbar's Number 我就想 What the hell is that 然后他们继续聊下去 我就听到说 哦原来是这个概念 我就先破题了吧 就是他们说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你最多只能有150个 算是能够维持住的朋友 那要是超过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那不可能原因是 因为我们脑装不下那么多人 所以说我们能够维持住的 一个社群的一个数量 人数 跟我们那个脑袋中 有一个东西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字 叫做Neo Cortex 这个字 跟我们的心皮质的大小 是乘比例的 那他乘比例的那个状态 还是有这个这种线 有没有 所以这个线 我们也顺便学一下 这个就叫做Regression Line 它是回归线的概念 就是一个这样斜的线 说真的 这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他有一个词 叫做Regression Line All right 好Regression Line 不小心就讲了几个字 Neo Cortex 这个字你不认识又拉倒 谁需要知道心皮质这个字 拜托 OK我们来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学术论文 所以我们要读它的 程度上读一下它的Abstract 那Abstract是什么 Abstract这个字一般来说 是理解为抽象的 所以就是具体的相反 抽象 抽象的概念 可是在学术论文里面 Abstract就是你的 整篇论文的一个浓缩 那今天我是一个 做研究的人 我只要读了你的Abstract 我就知道你这篇论文 对我的研究来说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用 我需不需要花一个 一两个小时 把你的20页的论文读完 要是我看了Abstract 觉得没有用 那就可以省时间不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做研究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你是个作者 你得提供给人家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大概是 翻译成论文摘要 我想 好所以Abstract 这个字认识一下下 Abstract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它吧 它的introduction 它的introduction就是说 Donbar's number is the notion that there exists a cognitive limit on human groups of about 150 individuals 马上去看一下 所以它是一个notion 就是它是一个idea notion这个是跟idea 差不多interchangeable 可以互相替换 所以它的idea就是 有存在着一个 there exists 我就不讲这个句型了 动词是exist 其实主词是cognitive limit 那我反而要讲cognitive这个字 cognitive或者cognition这个字 我个人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对它是不理解的 甚至在我去找了字典之后 我对它还是他妈的不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的意思 你去翻它的definition 字典definition 你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叫做认知 认知能力 那什么叫认知能力 那英文它会说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things to recognize things basically 那所以我讲简单一点点就是 我这里有个书子 所以我看知道它是个书子 我能够辨别它是个书子 表示我的cognition能力 是没问题的 你说不然嘞废话 可是偏偏有人 假设今天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好了 他看到这个他就说 这个榔头我可以来钉钉子 那就表示它的cognition 它的cognitive ability 是出了问题的了 让大家懂意思 所以这就是cognition的意思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很常出现的一个词 cognition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Dumbars number就是一个notion 这个notion就是 there exists存在着一个cognitive limit 也就是我们在认知上是有限的 在什么方面呢 on human groups of about 150 individuals 所以再把这个翻得再白话一点 就是我们认知的限度 就是只能认知一个人群中的150个人 所以human groups of about 150个个体 这就是我们认知的极限 超过了这个之后 你就不能够跟 你可能还是认得它 可是你不能跟它有establish 一个meaningful relationship OK 好 所以接下来说 this is because 这是因为 这边好像少了一个is 我不管它 所以这是因为 maintain because to maintain group cohesion individuals must be able to meet their own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coordinate their behavior with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 group 所以这是因为 为了要维持住一个群体中的cohesion 所以这个字也很酷 我们认识一下 虽然说其实也是生活中常见的字 可是对你来说可能不见的事 因为你看 你什么时候人生中会拿出凝聚力这个字 所以这就是cohesion的意思 cohesion 凝聚力 所以为了维持住群体中的凝聚力 个体们一定必须要能够 满足自己的需求 meet their own requirements 以及还要能够去协调自己的行为 跟别的个体 那才能够达到一个social cohesion 社会上的凝聚力 这听起来很合理吧 我们每个人得满足自己的需求 然后跟人的互动需要调整 我们才能够社会凝聚在一起 你要是不调整 我看到人我就揍 那就表示我们有coordinate 我的behavior 然后来让这个社会有cohesion 大家懂意思了 所以我们多讲一个字 就是cohesion的形容词 叫做cohesive 甚至可以变成名词cohesiveness 那我们常把这个词用在修饰 这是个形容词嘛 cohesive 拿来去修饰写作 或者修饰一个人讲话的能力 so you have to be able to make cohesive cohesive speech ok you gotta be able to talk cohesively 什么意思 难道说就是讲话有凝聚力吗 不是的 就是说你的 你讲话一块块东西得能粘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概念的idea 我不能够今天跟你聊说 你知道我妈妈 昨天那个布丁 不对 我今天下午我爸 你看我这样在讲一堆东西 他们就没有粘在一起 right 可是我如果说我妈她喜欢吃布丁 所以昨天下午我爸就去买了布丁回来给他吃 so that's cohesive 这样懂意思 所以写作上也需要有cohesion cohesiveness 大概懂了 ok cool 所以刚说的就是 为了要 maintain住群体的cohesion 我们个体就必须要 满足自己的需求 以及调整我们的行为 这coordinate的意思 调试或者是调节调整之类的 coordinate 或者是调派东西也可以叫做coordinate 这样子 好 they must also be able to diffus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nflicts that are generated by foraging in the same space 所以他讲的是那种远古时代的概念 甚至拿了forage这个字出来 forage这个字就是采集 所以远古的人会采集水果或这些的 所以甚至我们有时候就叫远古人叫什么 hunter gatherer 所以就狩猎以及采集者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能够来去解决彼此的纷争 所以diffuse diffuse就是像拆炸弹一样 所以炸弹的那个引线叫做fuse 所以你能够把炸弹的引线给它拆掉 就叫diffuse 所以diffuse a bomb 所以他们也必须要diffuse 直接或间接的一些群体中的conflict direct and indirect conflicts 那这些conflict是源自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采集东西 啊这我的 啊不对这我的 推来推去 conflict 所以要是你能够去解决这个东西的话 嗯呀 那总之你的能量 你的capacity就是 只能在150个人里面 超过就不行了 嗯好 OK 好下一个 我们就看到neocortex这个字 所以根据它的这个假说 这个hypothesis since the neocortex is commonly believed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handl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ts size should set an upper limit on the number of stabl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primate brains can keep track of and maintain 好长的一句话 好长的一句话 那根据这个假说 因为since这一句 你就知道他会接另外一句话 所以句 所以这是我们常在讲写作的时候 讲阅读的时候 呃就是你一定要用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句子 那since可以解释成因为或者解释成自从 或者解释成既然之类的意思 好所以因为neocortex刚说的这个新皮质 大家都普遍的相信 it's commonly believed 所以他普遍的被相信 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omething 所以play a role in something 就是在什么地方扮演一个角色 介细是固定的是一个in OK 所以扮演一个角色 重要角色在什么呢 就处理社交关系中 in handl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好所以再讲一次 因为鲜皮子 大家相信是来处理这个东西的 所以他的大小应该就有一个 他的upper limit 也就是说你往上走 能够走到多到一个限度 所以他的大小会set出一个 刚刚讲的这个高的限度 像这边讲的就150个人 那我们所谓的lower limit 有可能一个东西 如果降到不能再降 就是只能降到50的时候 那就叫做lower limit Limit You cannot go any lower So there's an upper limit There's an upper limit You cannot go any higher So there should be it's size should set an upper limit 所以他的鲜皮子的大小 就应该会射出一个最高的限度 在什么呢 在这个东西的数字上 OK 什么数字 就是stable social relationship的数字 OK 也就是150个 那这个数字就是primate brain 能够来去keep track of 以及去maintain的 primate就是灵长类 所以灵长类的脑袋 能够去keep track of 就是去记那个数量 OK 你当然不用记150个这么精准的数字 可是你就是 我这里有一个朋友 那有一个朋友 那有一个朋友 So you're keeping track of your friends or the number of your friends 那已经能够维持住了这样子 那接下来再往下看 我们再多看几句就好 说真的 这个文章我们真的看不完 太长了 我们刚刚几个字都讲得不错 那讲到现在下一个字就说 extrapolate So the number 150 was established by extrapolating a regression line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size and relative neocortex size in primates to humans 好 所以150个数字就是 被怎么建立来的呢 was established by what extrapolating 那这个字在数学上常听到 就是你去给它推算 那你推算了一个 刚讲的一个曲线 或者应该讲它是一个直线 所以你从那个直线去推算下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regression line 你已经看过这些图表了 你大概知道 这就叫做regression line OK 所以这个是linear regression linear就是线型的 那regress的意思就是 其实regress是倒退 或者之类的概念 所以你就知道 它就是往下推 所以这个就叫做regression line OK 好 所以 借由去推断一个regression line 那它描述着relationship 描述着两个中间的一个关系 between a and b 所以一个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那a是什么呢 group size 就是刚讲的 你能够维持住的人群的大小 以及它的relative neocortex size in primates 所以就刚讲的 你的那个心皮脂的尺寸 相对来说的尺寸 OK 所以这边就说了 that there exists a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p size and relative neocortex size has been replicated in several studies 所以存在的这个东西 存在着一个correlation 那我们在这里面 刚这一篇 凡这一篇里面 我们看到了好几次relationship relation这个字 所以relation是关系 但我们现在多讲一个字 叫做correlation 所以就relation这个字 前面加了一个cor在前面 我们这个东西称作为 就是relation是关系 再强调一次 correlation表示 其实应该有个中文词 只是我现在拦得着了 correlation我就直接跟你说 I'm just going to tell you now it means two things are related in a way that when one goes up the other gets dragged either up or down so the other gets affected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所以两个有关系的东西 一个向上的时候 它就会带着另外一个一定向上 或者它向上的时候 它带着它向下也不一定 so你可以说有一个positive correlation 或者有一个negative correlation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correlation 两个东西是互相会牵动的 你看到说 那relation不也是吗 那不是 relation就只是两个东西有关系 它不见得会牵动着彼此 只是有关系而已 好不好举例 我现在脑袋中 我会觉得relationship relation反而比较难举例 这样讲好了 好 我觉得可以 那个温度跟气温 跟树叶会不会变红变黄有关系 比如说你看秋天到了 气温开始慢慢降低 然后树叶们知道秋天又来了 然后就开始变黄变红 风速的话 然后就掉下来 所以你可以argue说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the leaves turning yellow 这样可以吧 可是那他们有那种带动的 数字上的关系吗 可能说不上来 对不对 你会说温度越冷 然后掉的月子越多 或者变黄越快吗 可能没办法 你只知道它有relationship 可是你不能说他们有correlation 好 我会把这例子举了好不好 但总之there you go OK 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correlation这个字怎么用的 so there exists a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p size and relative neocortex size 所以刚讲的这个人群的大小 跟你的脑袋中的心皮质的大小 是有correlation的 所以越大可以维持越多 所以或许是不是换句话说 要是今天头大一点的人 脑袋大一点的人 他就能够维持住 比较大的social circle呢 maybe so 但总之他说 这个correlation是有exist的 而且has been replicated in several studies 表示在好几个研究中 都已经能够replicate 就是能够复制它了 所以表示这个东西应该就是 这就表示这个东西已经经过了peer reviewed 然后就是这有通过那个scientific method 就科学方法能够证实出来 所以replicate这个字 就是科学方法中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实验能不能够被人家复制 那复制出来如果结果一样的话 yes 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够出现在那种学术期刊 或者是之类的里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 你不见得叫它academic journal 所以这个词是学术期刊之类的一个名词 可是你也可以说它叫做peer review ok peer review journal或者article之类的 ok 就学术文章 学术journal是期刊 那article的话就是文章 所以peer review 为什么叫peer peer就是跟你同辈的人 你的同僚同侪这样子 那经过他们的review过了 他们说对 你写的很棒很ok 所以这个叫 所以这个是学术文章的另外一个说法 事实上学术界还蛮爱用这一个 我偏狭的认为他们很不喜欢把academic这个字随便丢出来 因为这听起来太lofty了 大概是 就自己好像自己觉得很屌 oh academic 那我们讲peer review听起来 比较平民一点 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点 好讲到这里其实差不多了 那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就一个人只能够维持出150个 这个downbar number 就是你的meaning for social relationship 或许吧 我觉得我也没有150个 应该远少于150个 我可能可以记得起一些蛮多人的名字 不过I'm actually not particularly good with names either 很多学生的名字我根本想不起来 你从我这边毕业了一两年之后 我一定记得你的脸 I'm good with faces but I'm not good with names I don't know what that tells about me 我不知道这个表示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让你知道 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but I don't know what that says about me I should say 不是tells about me but anyway 好了大概这样子 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